如果你对一个男人 或对一个女人念念不忘的时候 其实你要去思考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你感觉到痛苦是 你的既得利益被剥夺了 举例来说 比方说 我有个女朋友 那我跟她交往 她可以帮我把我生活搭理好 或者是我们有性生活 但她离开了这些都没了 所以我因为失去这些 而感到痛苦 还是来自于 她离开我 我对我自己的存在 是感到否定 我就这个要懂得去厘清 就像我的前任 跟我交往了四年 那我们也 妈妈也见过 也可能要结婚了 也有这种打算 可是有一次 跟她香港回来之后 她就跟我说 她要跟我分手 对 她跟我分手 那我就问她 我说 你为什么要分手呢 她说 她点出了我人生 很多的盲点 比方说像 我以前的家庭 就是大男人 我不会跟女孩子解释些什么 如果一件事情发生了 我觉得A才是对的 但她觉得B是对的 我选择不沟通 我就是要做A 我是这样子的人 所以经历过她离开之后 我就开始 就像她说的 我其实很能够认同她 去透过恋爱这件事情 来帮助自己了解 像我也面对了这件事情 开始我知道 原来我生命的弱点是什么 我会去修正她 所以 我到底怎么走出来的 一件事情很简单 而且成功结婚了 其实结婚没有成功 只是一种选择 结婚没有成功 你不是在新婚吗 不是 讲的 不是 不是说你结婚 就人生成功 不是 我觉得她是到另外一个 那我怎么去理解 这件事情 今天她离开了 只是恋爱的方向 选择的不同 但我有因为变成她的朋友 而被否定吗 我们之间没有欺骗 我们之间只是生活形态 选择不一样 那也就是自我否定这一块 我被满足了 我觉得我没有做错 那我所失去的 比方说性生活 或者是生活的安定 未来的稳定 那很简单 那我再重新出发 去寻找不就好 所以当你把事情 去厘清之后 事情就有开阔 所以你多久走出来 我大概三天我就有点想 四年三天就出去开课 然后我七天 我就出去外面认识女孩子 我十四天就认识我现在的老婆 难怪你开课了 所以女生不要念念不忘 不要想太多 对方早就已经走到 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 不要再想太多了 赶快走出来